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用小米的智慧厨师机 然后来做这个下雨天 在室内烘干衣服的测试 那现在我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湿度计 然后看一下 现在的室内的湿度是81、82 反正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所以室内的湿度其实是蛮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小米厨师机 摆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有去那个大润发 然后买了一个折叠式的这个晒衣架 这个我平常就在用 它很好用 你只要把它打开来 然后你就可以在室内晒衣服 你就可以晒很多件衣服 这个真的是非常推荐 好 那在开始之前 我已经把这个厨师机的这个水箱 把它全部倒干 现在里面是完全没有水的 现在完全是没有水的 好 现在时间是5点21 那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开一个小时 然后目前的水箱是 的水是完全空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小时之后 室内的湿度会变得什么样 然后以及衣服的干湿程度 还有水箱到底会积了多少水 OK 让我们开始吧 好 现在时间大概58分 然后你先看一下现在的湿度 已经掉到63 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80到78左右 那现在是63 好 那我们就继续让它再烤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湿度变得怎么样 好 现在时间是6点半 那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那我这边一样是干衣模式 它显示的湿内湿度是59 那这个第三方的湿度是45 那我手摸这个衣服 大部分都已经干了差不多八九成 袖子这边还是有点湿 下面这边还是有点湿 不过 大部分都已经干了差不多 它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 才有办法让它全干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个小时内 它的水箱到底积了多少水 我也很好奇 来 把这个水箱倒出来 看一个小时内在这个室内 很多耶 一个小时内这样就满满一罐了 这个一个小时 它就这样吸了一罐 这样很多耶 哦 这个是一个小时内 它积的水 重置真的是非常多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这个衣服还没有完全干 那我们就再烘烘看 看它到全干 这个衣物量 15件衣服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15件衣服 要到全干的话 要花多久的时间 好 现在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室内的湿度 那现在室内厨师机上面显示的是 56 然后温湿度机显示的是46 那我现在手摸衣服啊 衬衫 这个是已经全干了 完全干 完全的干燥 好 小朋友已经可以穿去上课了 好 这个裤子一样也是全干 好 这个我的短裤 因为夏天的衣服都比较薄一点 所以都已经全干了 T恤 棉梯 棉梯 缝线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湿 因为它比较靠后排 再让它亮一下 好 这个也是 黏的都会比较湿一点 好 这个就全干了 全干就拿起来了 好 这个还是有点湿 那我预估啦 让在三个小时内 就有办法让衣服全干 好 这个是关于小米厨师机 在下雨天室内晒衣服的这个测试 那我总结一下 如果你要在室内晒衣服的话 你要开到干衣模式 然后把门窗全部关起来 然后用这个室内的晒衣架 那尽量把衣服 放在这个风口处 干燥时间的话 就看衣服的厚薄度 如果是像这种衬衫 真的是一个多小时 它应该就会全干 那如果是比较厚一点的棉梯 那你就要抓两个小时以上 那如果是外套的话 你大概就要一整晚才会干 好 以上就是小米厨师机的干燥设施 好 谢谢大家